大家好 我們是必宜鋼必塞 緊接著螢幕燈之後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 我們的桌墊 就是前幾天因為螢幕燈 會在桌上造成反光 然後我就去買了桌墊 那我買的這間比較特別 它主要是牛皮的廢料 所以我們今天來開箱 我買了3公斤多的牛皮 會買到什麼東西呢 這間店是以1公斤1公斤來秤的 那我有單獨買一張是100塊 比較漂亮的 那其他的1公斤都是50塊之類的 那我們就來開箱 會挖到什麼寶呢 還有這個牛皮有沒有滿3公斤呢 所以我才準備了秤 我們把牛皮整箱放上去 看看老闆有沒有騙人 3.8公斤 3.793 3793克 哇 老闆沒有騙人 好 那秤值退場 等一下我們把東西拿出來再秤一次 現在先讓他退場 來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藏了什麼寶物 花了我265塊的 全真皮牛 牛皮 他們這一間 會賣這麼便宜是因為 這些都是廢料 那他們主要是幫專櫃代工 或是品牌代工那個 皮件的 其實很多國外知名的品牌也都是台灣代工 台灣的真皮產業其實也滿厲害的 那有些牛皮上面會有瑕疵 可是因為他一公斤50塊 我是覺得沒差 而且買回來可以做很多東西 哇 看起來不錯耶 包得滿好的 比我想像中的高級很多耶 這個應該就是我買的那個單獨比較漂亮 100塊的 A3尺寸的真皮 桌墊 剛剛因為鋪方沒調好 所以我們重新調整 再來繼續開箱 看起來真的很棒 不過好像有點薄 因為我是買2mm的 哇這塊算漂亮 很完整 沒有問題啊 這都是真皮的 但他旁邊沒有上那個 邊膠 好 那桌墊就開箱到這裡 這個質感很好耶 不過後面有很多碎皮 哇我覺得很划算耶 這樣一塊才100塊 比滑鼠店還便宜呢 我覺得滑鼠店都不知道在貴什麼 滑鼠店隨便一片都好幾百 那黑色的皮革 我們是買荔枝皮的 來開開看 裡面會長什麼樣子呢 哇很多厚的跟薄的都有耶 那其實我也可以把這種碎布 做成不規則的那個 不規則的桌墊 很漂亮 過幾天我們還會去買攝影棚的棚燈 樓光箱 這樣之後牌會更好看 我覺得CP值爆掉耶 這樣子才50塊 超划算 人生給你看 50塊 超划算 其實看不太到瑕疵 因為他做荔枝皮 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個小姿勢 就是皮革為什麼會做荔枝紋 是因為天然的牛皮 其實本身會有缺陷 那做荔枝皮的話 就不容易看得出來缺陷 所以真正好的皮革其實是沒有紋路的 是像我們剛剛 打開第一個A3的那個皮革 是不會壓荔枝紋的 是天然的平平的紋路 但是大家好像都會以為牛皮 都有紋路有荔枝紋 不過我個人是也比較偏好荔枝紋 這個東西也沒有對錯 就是看個人喜好 因為樹牛皮看起來比較單調 我沒有那麼喜歡 這個是愛瑪斯的橘色 這個好像也是50塊還70塊 哇 太划算了 還蠻大片的 這個可以拿起來包很多東西 之後再去買一個那個膠 他其實有賣啦 我沒有我沒有剛買 因為我不知道我會拿做什麼 所以我就暫時先不買 然後再找一下看有沒有瑕疵 跟大家講解一下 像這邊就有瑕疵 這個裂開了 但是一點點也還好 這個也有瑕疵 嘿嘿對 他的這個愛瑪斯皮革也是荔枝紋 是我比較喜歡的 我還蠻滿意的 這邊 這個可能是邊角 牛皮的邊角 所以這邊都皺皺的 哇這個這麼好都被他們打下來 那他們的產品 品質一定超好的 這個咖啡色的看起來就普通一點 欸其實也不會 不過他這個就不是荔枝皮 但也蠻漂亮的 哇這樣子才 265塊 含運費 因為蝦皮免運 好划算喔 真的是賺到耶 那我們把 買的零散的這個1公斤的牛皮放進來 看看他有沒有買滿3公斤 我覺得一定超過啊 因為前面兩個就已經那個了 2公斤多了 這邊達到3163克 就是3.16公斤 所以老闆有秤超過一些給我們 嗯我覺得很滿意 然後來把我的這個桌墊放上來看看 看能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好大家這邊有看到吧 這個就是反光 然後很亮 所以我才買了這個桌墊 那我們就把它鋪上來 好了 完美的解決了 不過這個牛皮還是有點反光耶 他沒有那麼消光 因為如果像這個你看 這個是塑膠皮 他是做消光質感 就完全整個 不會反光 不過我實際感受一下看看 其實還ok啦 把它變成沒有那麼死硬的光 暈開了 就不會覺得很亮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我們又找到一個CP值超高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問題 在下面留言 有任何意見 也歡迎告訴我們 謝謝大家 我來去 把我的裁縫機要回來 來 縫牛皮啦 先縫個皮包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之後開始做 再跟大家分享吧 就這樣囉 掰掰